最近的余政真的很忙,忙着在各种话题上蹭热度,博取网友们的关注。 不久前,他刚刚针对日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大S与汪小菲之事,点评大S的为人,这两天又开始向网友们说了自己的择偶观,也不知是不是眼看热度还是不够。 他竟直接开始碰瓷其他流量明星,在为自己造一波话题,而这一次余政选择的对象,正是当红流量小生王一博。 他单拎出一位网友的问题,余政老师,能点评一下王一博的演技吗?进行回复,不过余政并没有正面对王一博的演技进行点评。 他首先抨击网友是黑粉,并意味不明地表示,你这个黑子有完没完,王一博戏好不好都有人看,你在我微博里的戏我就不想看。 余政的这波发言,也是成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有人觉得余政说得没错,像王一博这样如人气爆棚的流量明星,他们所出演的作品,自然会受到粉丝们的追捧,即便是演技不佳,也能被粉丝们吹捧上天,播放数据上也不至于会太难看。 不过,也有网友觉得余政此番蹭王一博热度的目的太明显。 这波发言,摆明了是故意内涵王一博,要是对黑粉反感,直接装看不到,不回复就完了,或者拉黑扇屏也是可以的。 尤其他和王一博两人的关系,连认识都算不上,这样公开在言论上阴阳别人真的是有点过分了。 而这已经不是余政第一次碰瓷王一博了。 此前,余政还说过,自己不太熟悉王一博。 但是,王一博能红成这样,一定是有福报的人。 不得不说,余政每次都要选择有争议性的话题翻牌的举动,着实观感不佳。